第2场的时间,跑4班1200米 今次拆组不是4班,而是3班1200米 而第2场赛事里,我相信焦点都落在2、3号 莫雷拉和潘顿的座棋身上 但他们却有疑点,待会再跟大家讲一讲 先讲,我首选是选择12号码最容易 上次10月23号,他们的初跑局差1650 跟前了一点,回来就没什么走势 但12月23号的夜晚赛事当中 中距离赛事都比较利中外碟盖 好像头场的坚尼迪 另外,他跑117那场是赢科超英和及时行乐 事必说我们三个都是盖的 而交号长刺、盈家辉和超翠爆条大烂Q 都是中外档盖的 所以上次最容易跟前了一点,可以当没了他 亦都可能真情上1650 气量方面不足够 看看前一场在080那组的赛事片段 这场080最容易排外档的位置 比较留后一点 而直路上,他都要找下位 没有外面男装加好冲得那么顺 现在在中档,一会受到一些擠压 冲上来在慢步速之下,都落到第三 为什么选择这场一来? 这次是1200 而刚才2、3号的传奇和冲达星 都是有传奇 是拨得比较密一点的情况 而另外,冲达星 早前都有个发烧停播的阴影 所以这次最容易四档起步 如果前面,冲达星唱得快 而另外,奇妙日或者 试集有些速度的影疾 红夫日这些拉快一点的话 或者会对最容易 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形势 所以回一回之后 用了贝力斯,可能会拨回这倍 排了四档,应该不会太差 首算就拨一拨它 另外四号红夫日 闷门状态,依然拍跳也是一件事正的 上次用了雷神书 我们打开放大镜看看 大家一看,他回来试到有前队不良于恨 加上10月16日那晚的菊草丝跑道 正正就是上次的丝跑道 直路内乱是不太好 所以他也有些输涉了 那场地 大家看看红夫日前一场 053的赛事片段 他沿途走过二蝶位 赢马的王者骑兵 一早已经可以守到 一蝶的位置 而另外 尾尔的健康在网 会被盖上来 如果说前至晚 红夫日也算是最好的 你可以说青年财俊 飞云俊 不是这么厉害 但如果以整体的pattern 红夫日也算是 够为蝕那一匹 上一次不良于恨 回到辩转之下 赢了12档 也换到一些赢率 如果他依旧 可以杀到马尼的 因为今场 我估计 君达星会尽量抢放 再快的马 就是要看影子会抢不抢 但如果红夫 能够抢到马尼的 即使有二碟 以前一场053 在这一组来计 也有权欠下位置 刚才说到 另外两匹热门 预期都会不大 似的 因为最近市集 也是赢了 胜利风范 不过这匹马 一定是有前速 所以市集 也是威势 为什么可以看到 更快速的健康纪录 去到目录之时 打开 看到伤患纪录 或者神科纪录 旁边有点白色 就是 有些更新 伤患纪录如果看到 8点的 就进去 37天前 是发过烧 始终 也有些顾虑 而且这些匹马 以往 都会比较反复一点 不过 丁冠浩 今季在菊草 1200米的成绩 就会比较好 都会比较多 刚刚赢了 之前大司级 还有 这个 更多 再之前的 电讯上标马 所以 这一点之下 就放回配角了 另外第四选 放了红色的传奇 其实我最后 退了到第五 佳因传奇近两场 都跑到最適合 雖然兩次都可能是輸給超級馬的神力飛馬 但這隻的七歲馬 以往比較少打踏三鋪 今次用雷神 再看你會減低評分 又加上來之後 又會熱 所以就放回第五選 加上如果你看神貨片 11號那一貨就是今早做 那時也有兩度轉腳 會不會是體力上開始有些問題呢? 所以就放了一隻影疾 它最近在試集中有點貫注力了 雖然可能下午會幫得到 今次未用 但亦可以把這隻影疾有進步 上一次在馬嵐中間 都稍為虧了一些慢步速 但這隻灰猛尺 回來還有兩個可以撲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隻影疾 上次初出來計算法不差 而雖然轉彎 還未認真驗證過 就先把他當成功 因為他相對轉期會比較懶 所以就放在第四選 重複一次 波仔第二場選了 12號最容易 4號紅富逸 3號軍達星 7號影疾 如果你有膽 真的最容易膽 或者你自己選擇的馬膽 那你就 第五選保險票 拖在轉期 好了 第二場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 在賽前看過這段影片 不妨給個like 歡迎訂閱我們 堅仔賽馬頻道 如果想看三至九場 各不馬的 正常資料 又或者他們的神速記錄等等 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收費計劃 再按到收費計劃 去選購服務 另外 如果當你用到 有些不太知的功能 也可以打開我們的使用手冊 另外 去到聯絡我們當中 可以找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網頁 甚至YouTube 都有圖文並茂 甚至短片 教大家使用我們堅實 有什麼巧妙的地方 可以快速地幫到你刨馬 好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